字幕提供 印度神童阿南德在1月15日發布了今年第二個影片 再次預言了Omigran變種病毒為全球帶來的近期危險 以及瘟疫的後續影響和災難 阿南德認為 這就是大自然向人類釋放的善意給人的機會 他警告說 疫情只是個預告 我們正在經歷的時期非常不穩定 仍是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時期 如果人類不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無法保護自己 避免負能量的侵襲 對此 我們也向大家分享幾位專家的看法 精通針灸和心理健康的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楊士忠西醫整合醫學中心的創辦人楊景瑞醫師表示 人體的能量和環境的能量會不斷地互相作用並彼此交換 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聲音、光、色和運動等 對我們人類能量系統的平衡有很大的影響 多看、多聽些靜的、好的東西 就能令人的身心保持正常運作 他以觀賞美國神韻藝術團的演出舉例說 和平而積極的音樂、色彩繽紛的服裝、 舞蹈演員行雲流水般的動作 都能夠產生出能夠治癒我們身心的力量 歐洲免疫學專家董宇鴻博士認為 7分精神3分病是有巡証醫學和神經免疫學證據的 有病就是不自在 當我們的心態平和、神經氣爽的時候 這個不適合疾病就會離我們遠去 台灣、台北、上海童德堂的著名中醫師胡乃文 也認為一個人不生病的最好辦法 就是保持心情愉快 正面的能量能夠令身體的免疫機能快速調動起來 這樣外來的病菌、病毒就難以入侵人體 而且還會讓人體加速排出自身不好的物質 增強人體的免疫力 胡醫師強調 人可以透過精神品質的升華達到強化自身正氣 進而達到愛邪無法入侵的效果 歷也許肯定低 歷也許教育營 屍 屍